每日一题每日一字 田银章老师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 青年时期就被任命为国务院的任命书书写员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 田银章老师幼年时期这样一个学书的经历呢 好的 谈到我这个青少年时期学习书法 必然涉及到我的胞弟银章 因为我们两个学书法是在一起的 只是在我少年时期的时候 我的父亲和伯父注意力主要是在我这 因为我年长几岁 正是教育的年龄段 我弟弟那时候小 所以对他那时候请住的注意力还稍稍差一点 但是英章大小说就是酷爱书法 这种酷爱我觉得就是我想跟网友们说两句话 就是你说学书法需要天赋吗 我说需要 但是说书法和其他的艺术门类不同 就是说它不必须有同工 不是说你在小时候 你几岁没有学书法 你以后就练不出来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理由 就是说那个少年时期 学书法插手早一些不更好吗 但是如果你晚一些的话 只要是这个勤学苦练 只要是这个勤奋好强 只要是你的聪明天赋允许 那么同样可以练成大手笔 但是相比之下早一点不更好吗 但是说也不要过早 你说这个这个 海提时代的婴儿时期 你让他练也没什么意义 但是说呢 有的这个孩子 他就是说 他就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兴趣 我是这样说 与生俱来 我不说我在这个三四岁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老先生 这个这个写字 我一下子就就被吸引住 你说这是人教的吗 是家长教育吗 也不然 他就是好像有这么一种 这个 明明之中的一种安排 这好像就是 与生俱来的这么一种爱好 所以说这个 孔子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准 就是说 免而好学 不耻下问 他这句话 他概括性特别强 我们今人有时候觉得 哎呀 我发现这个什么真理 自己也树立什么 所谓的名言 实际上都是过去 老先生们顺口说出句话 你好像发现什么新大陆 其实 老先生早就讲过 比如现在有人说了 天才加勤奋 就应该出示什么人才等等 其实这句话说的很笼统 就不如孔子说的这句话 民而好学 不耻下问 民聪明 天才 什么是天才 毛泽东说的很准 毛泽东说 天才无非就是比较的聪明一点 你看说的多含蓄 比较的聪明一点 人与人的聪明 没有太大的这个宣差 是比较的聪明一点 但是这种好学 我倒觉得 说是天才不准 说是天赋 是什么什么 但是这确实与生俱来 他就从小 他看见毛笔 他看见这个文字 他就喜爱 这也不完全是教育而来的 所以有时候 说到这点的时候 有时候也好像 跑到微信论里去 但是我们无法解释的时候 只有去这么解释 你说你这么小孩子 你同样十个孩子 你怎么教他 他不喜欢练字 而且这个孩子 你没有时间去教他 他却是倾心地热爱这种事情 那么这就 应该说也是一种天赋 所以天英章 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他在三四岁的时候 就跟我抢毛笔 我说过了 抢毛笔 抢纸 我一出去说减纸去 他特别高兴地 跟着我出去减纸 他在练字的时候 少年时期 没有得到老人特别的呵护 关照 可是后来 他渐渐大一点 刚刚老人开始注意他 知道他在这方面 非常 癖好 酷好 是这样的 可是就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就回到园级 我在故乡喝见鞋 那里是个秋山恶水 非常的困难 回家是没有条件写字的 而就在这个时间他回家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 他没有户口 他跟我母亲两个人 都没有户口 正在渡荒时期的时候 就是三年栽荒的时候 你有户口的 粮食都非常紧张的 而且我们家里五口人 我的姐姐 我的弟弟 我们一奶同胞 姐弟三人 加上我的父母五个人 五个人只能吃三口人的粮食 也就是吃我和我姐姐 我父亲 我们三人的粮食 我母亲和我弟弟没有户口 就是因为 从城乡往返这当中 户口呢 不断地 这个 消掉之后 又上上 上上又消掉 就弄错 阴错阳差 把户口耽误 所以最后没办法 只有回到家里 得吃饭呢 得活着 所以谈不到练字的问题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间 他就回老家 一直到十二岁 他再返回来 这个当中是耽误他几年 但是就在这个时间 他自己不断地在写 尽管不在写 他不在不断地写 但是离开了父母 特别离开我父亲和伯父的教导 我呢 也有这个父兄之间的责任 当哥哥的 由于是影响 也有责任来教他 所以在这个时间 他耽误了几年 回来之后 他一下子就扎到了 这个直末当中来 就是数年如一日的 这么清学苦恋 但是这段时间呢 他又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就是上山下乡 他刚刚毕业 这个中小学毕业以后 他就是上山下乡对象 而且他那时候身体 非常的虚弱 我记得他在17岁的时候 已经就长成了现在的 一米八高的大个子 可体重只有107级 那是非常瘦的 非常非常瘦 这个是瘦弱的不得了 而且有严重的这个 胃下垂的这个病 每天人家这个 红业兵在门口就贴大字报 就是留在城里吃鲜饭 可耻 上山下山光荣 逼着他走 他身体不好 怎么说也不行 都生子女还好点 正好他上面有歌楼有节 他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种痛苦之下 他每天虽然在坚持写字 但是精神的注意力 往往有时候是因为病苦 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着他 这样他一直就到了19岁 到19岁之后 他考上瘟疫兵了 天津警卫区的瘟疫兵 他考上 这样就免去了 上人下乡的这一层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他 虽然是老三界 但是他没有上人下乡 他当了兵 到部队之后 心情好起来 体重迅速地增加 气色也好起来 于是心情好之后 他这个字 可以说 每天都有进步 突飞蒙进了 他每周到星期六 他必要回家来看看父母 因为都在天津当兵 也都随时跟我见面 那时候回来之后 父亲说忙身体 年岁大了 身体不太好 就让我来看看他写的字 我每次看完之后 我都感觉他就在有进步 每周回来一次 有人有进步 而且就在这个时间 他的小凯 初期的好 也就是说 他从19岁以后 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到了他25岁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成熟 那个字应该就说 相当相当的 这个可观了吧 我只能引证一位老先生 对他的评价 他写了500字的一篇楷书 500字一篇楷书 他参加战览 天津有个著名的 老书法家汪坚博 老先生啊 这个德高望重 学识非常的好 这个见过的字 对于古卑帖的研究 非常的敬深 那可以是慧眼诗人 当他第一次看到天津章 写的这500字楷书之后 他说这样的话 他说这张字 让吴宇如先生看了 又能说出什么来呢 大家知道吴宇如先生是 当时还健在 是位大师 这个书法水平相当的高 他就说 这张字让吴先生看 因为他们都是同辈的 同年龄的几位老先生 他就说 我是说不出别的来 让吴先生 吴宇如如看了 能说出什么来 所以在这一点上 因为偷书既然不能叫偷 那么偷字也只能叫窃 而我们学有孔一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到了28岁的时候 他就是书法全军比赛的第一名 他是战士第一名 然后就迅速的选调到国务院 担任了国家任命书的高级书写员 那么从此他的这个名声 也就是费一生舒坦 这就是你要了解的 我的弟弟天英章 这是他 但是我说的这个 这个天英章字写得不错 不是哥哥 替弟弟在这里 瞎吹乱捧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按照当代的这个水平来说 天英章的凯书也好 新书也好 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我们只能把这个调码唱到这个程度 说得过去 你要说跟前人比 跟前卫比 他自己也说 哎呀 比不了 而且英章有一段话 使我觉得 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他就是到了这个 旧南京总统府 到那里看过了 历代写任命书的人 历代写国家任命书 或者是包括伟任庄 写这些字的人 他会跟我说 他说我看过了很多很多 我感觉这里边写的最糟糕 写的水平最低的有一个人 我说那是谁呢 他说那就是我 他说 他说历代写任命书 水平级最低的就是他 我想这样说法 一个是具有实际 那历代写任命书水平太高了 但是也能看到 英章能够真正客观的认识自己 有一个谦虚的态度 关于英章的问题 我只能简略地向你介绍这么多 如果需要我补充 那就是说 我们俩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的时候 都不让练字了 你再搞这个所谓书法 那么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四旧 这么年轻轻的每天拿着毛笔 写些个文言文 抄一些这古背帖 认为这都是四旧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间里 最早是英章 他出的主意 他说哥这些东西都给后面烧了 太可惜了 咱们平常练字就没有字帖 那怎么办呢 咱们把它绞成单字 绞成单字之后 单字不成文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我记得过去我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我写过一幅对联 写过一幅对联 我挺喜爱这个词 我把它写下来 大家看一看 这个词就很好 就是学人这个千人的一幅英联 写的是 当我写着有些草字 当时是个新书的这个对联 老树长流 金骨色 下年是 好花定有 去来生 好花定有 老树长流 金骨色 好花定有 去来生 我写完之后 我觉得挺好的 送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呢 是个造反派 他就说 他说你写这个词 应该说有问题 上纲上线 我跟大学们讲上纲上线 说上纲上线你这有问题 好花定有 去来生 已经过去的 过去的东西 又回来了 你是不是 要复辟资本主义 你说这爱得着吗 听来很滑稽 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写任何一个词句 都会被人上纲上线 说成反面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对联 干脆就把它剪掉 老树长流都剪掉之后 最后喝在一起 念不成就 单字你知哪个哪个挨着吧 是不是 一般人也不会积连 急出来也不是这个意思了吗 于是就把它单字里磨 这样虽然受一种单字的影响 而不能够称章称法 但是总比没有好 这就是英章出的主意 我需要补充一点 当然是这里边 我们有很多很多一些个 也挺耐人寻味 或者是有些个 很有趣的一些个过程 限于时间 我们将来 关于英章情况 大家需要知道 有时间也可以让他和大家见面 随便聊聊 这是很方便的事 田老师 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 您胞弟田英章 在这个学术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么您在学术的历程当中 又没遇到过一些挫折 或者是困难呢 谈到这个问题 都是使人很伤心的事情 我学书法到了20岁的时候 或者准确是21岁的时候 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是对我在学书法 这个过程当中 打击最严重的一个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主要是父亲和伯父 就是说 虽然我那时候在工作单位 有时候就是一周回一次家 但是你每一次回家 你必须得交字 而且这周你写了多少 一天写完不行 哪天写完都有日期计算 不许欺骗自己 不许欺骗家长 所以每次都是这样写的 那时候我在戏校里工作 戏曲学校里工作 就这个样子 到了猫大革命 忽然就中断了 就是以前 这个每日500字的这个川规 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就是你单位也不再工作了 每天就是贴大字报 是这游行串联 搞这些活动 你哪有时间去写字 而且你要是这样写字的话 别人就会给你贴大字报 你在文化大革命中 处于消极态度 你对文化大革命 什么态度 都给你上线上线 而且打倒这个当权派的 这个同时 家庭的当权派 也都害怕了 因为有很多的子女 揭发自己的父母 父亲是资本家 是地主等等 或者父亲有些牢骚言论 也都被子女揭发出来 一致本人被批被斗 夫妻之间因此而离异 父子之间因此而失和 那个乱的场景 我稍稍一会 就是历历在目 都在眼前 就是这种情况下 父亲 我父亲和我伯父 马上警觉起来 虽然他们的出身没有问题 都是穷苦艺人出身 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知道 再教孩子们写字 林帖 九成功啊 华杜四啊 什么什么事 汪熙之啊 等下 这了不得 他知道那上的那些词句 都跟文化大革命 提倡里头 完全是相悖的 所以不敢再教 你写不写字 也不问你了 也不再催促你了 也就是不仅单位的当权派 已经失去了控制权 家庭的当权派 也让位了 不管了 因此呢 我那时候 刚刚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 我也很左呀 我这样说法 可能网友听到之后 会对我忽然改变看法 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呢 其实我无所隐瞒 就是我无所隐 是什么 我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 我是文艺界的红卫兵 我干了半年 我一想天天出了打仗 就吵架 我干脆就 把这个袖章就扔了 我扔了以后干什么 写字是不写了 那么干嘛 天天出去下象棋 就中国象棋 天天就在一个 漆摊上 或者是到一个马路边上 找一个小马扎 小板凳 就跟人坐着之后 就下去棋了 每天的注意力 都放在这 原来书法是 不可一日无此君 改成了象棋 我爱上象棋之后 到现在水平也不高 可是我呢 就是拼命的每天去下棋 消磨时间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唯一的一个练字的机会 就是抄大字报 你说年岁小吗 这个一般的这个老师们 写了大字报之后 这个小字报 等下出来了 就让我抄写大字报 就用报纸啊 或者一些个 其他的一些个这个宣传的一些纸张什么的 我就得上写 写的时候呢 尽量写好一点 问什么内容 写完都不记得 但是 关键是想把字写好了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写好的大字报 就是这个张 张贴在街头上 过路的人都在那去微观 微观的时候 大家不注意内容 就是看我写的好与坏 其实我就在人群里看 大家说好的时候 我就是切一杯喜 很高兴 但是后来我想起来 我就发表一篇感慨 我就说 中国人多么可怜 当剥夺了你写字的权利 就是学习书法的权利 剥夺你欣赏书法的权利的时候 在这个事件里边 大家用看大字报来欣赏书法 和用写大字报来练习书法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就是炎黄子孙 因为他在血液里边 渗透着书法细胞 所以我又是不时地感到 苦中有乐 所以还在坚持 然而已经和象棋相比之下 他变成了一个从属地位 附属地位 这个事件当中 至少有这么五六年的事件当中 稍稍刚刚的这个紧张的风气过去之后 我正要第二次又在起步 按部就班的学习书法的时候 这家长不管 就是全民自己的努力了 就在这时候 我被转业到工厂 因为当时指着我也是上上下向对象 你也必须上上下向 因为在戏区学校嘛 所以你下向 可是后来因为一个音错央唱 给我们这批学生呢 都分到工厂里去了 分到什么工厂 就是小工厂 58年建立的那种 以家庭妇女为主的建立这种工厂 到了70年以后 那些家庭妇女都是一些老大娘 而我作为一个小男孩 二十挂联的每一个男孩子 分到工厂去之后 每天就是哭 因为学不致用 什么都用不上 每天跟着那些大娘做这个 最苦最累的家伙 苦越累不要紧 当学不致用的时候 那种心情的压抑可以各想而知 于是很快我就生病 肠胃 植物身经紊乱 每天呕吐 身体迅速的这个 瘦弱 我在最瘦的时候 就是一条猫巾 可以系在腰当中 系着死嘎的 那你想那腰背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瘦弱不堪 面慌激瘦 有一段时间 我就认为自己是得了癌症 别人也在怀疑这问题 所以精神锐减 那时候写的很多的诗词 就是偷偷地写的诗词 英联什么的 都是我 就是医生当中最低点 而且现在说起来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恐怖 有些当时写的东西 我不知心情那时候败坏的那种程度 比如说 我当时写过这样的英联 当时不敢出事于人 自己在家里写 就是沟方 沟方辟静 沟方辟静 筹三浮 下连事 怨鬼荒昏 哟四更 这幅对联是说什么呀 还在那里沟方辟静 还在那里沟方自赏呢 沟方辟静 还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人才 而在辟静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愁苦三福 三福就是夏天 因为自己那时候将近三十岁 三十而立 三十什么都没有见到 而他每天是充实这种工作 那么虽然自己认为自己是顾方 却在辟静之处 愁苦 三福 三福过去之后 就到了秋天 一到了秋天 就到了秋收季节 而自己什么什么都没有 这是说的自己的愁苦 然后说 怨鬼荒昏 哟四更 大家知道 鬼有冤 有冤屈的时候 他的夜间踢哭 到四今天的时候 四更天 哭的是最痛的时候 因为五更天 天亮 他就不能哭了 他哭都没有多少时间了 因此说自己 在那种环境当中 就像怨鬼在荒昏前面哭 已经到四更天 哭都没有多少时间了 于是就大哭 所以怨鬼荒昏 哭四更 那么这里边呢 也稍然在这个这个 文字方面跟大家说一下 三福的福是入生字 哭字也是入生字 所以应该读起来 孤方辟静 抽三妇 怨鬼荒昏 酷四更 知道一些入生字的朋友们 就知道这种读法 就当时是这种破败的心境 我写了这些个非常的这个悲惨 当时自己这个困难的处境 在这个时间当中 我记最清楚的时候 写过一首七律诗 这七律诗当中 有四句话 是充分的体现我当时那种 最困苦的心境 或者是最悲凉的一种心境 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我这样说 是里最后的四句啊 就是徘徊落叶 临间路 珍重飘红 戒后身 这是说什么 就说我每天不知所向 让我在那里踏踏实实的工作 我肯定是做不好的 而且每天没有学习时间 我要写字 我要看书 只能等家人输税之后 我深夜起来读书 而且经常起来要上早班 所以有时候就是一夜之间 除了写字读书之外 早晨起来 滴了一个饭盒 那当然里边都是 餐更剩饭 偷天晚上吃剩饭 滴了去上班 就是这种环境当中 身体有激度的破败 心情更是坏到了极点 所以我说 徘徊落叶 临间路 说明我的一种心境 都是在一种 参之半夜的林间 这个树林之间在徘徊 因为走路的地方 有一些个树比较多的地方 珍重飘红 借后身 就是自己在劝为自己 一定要自我珍重 别把身体搞坏了 已经身体是不好 可是自己还经常劝为自己 飘红就是说 这个落花世界的时候 落花的时候 就是飘红 就是红花坠落 当时有一句 桃花乱坠如红雨 飘红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我自己已经是参花败业了 然后自己要珍重自己 借后置身 好在文化大革命 没把自己整死 因此要特别珍重 最后两句 我说 就是 潦倒不亡 风月事 一窗悲塌 近家人 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己 心情破败到这种程度 每天留恋的是什么 只有书法 因此风月 大家知道 是儿女的情长 我把书法就看作是儿女情长 所谓的儿女情长 就是男女的隐私的事情 而我把书法 就认定是男女的隐私 偷偷猫猫的在家里练姿 在我的床坡上面 除了背就是铁 所以 每天把背与铁 当作自己最眷恋的情人 所以这两句 我是这样说的 这两句是说 我把背铁 看作自己的情人 看作是最美丽的家人 因此我说 潦倒不亡 风月事 一床背铁 近家人 各位网友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几字 这个几字呢 就是当数两次 那个几个 几回 这个几字 这个字本来在 以前的欧凯林池的电视 讲座节目当中 也特别讲到过这个字 现在还是有朋友们提到了 相关 这样一个字 就提到一个几 几呢 就是机器的几 木子旁一个几字 那么呢 我们呢 再一次的把这个几字 介绍给大家 就不再加这个木子旁 待会呢 我们可以同时演示一下 但是单热的把这个几字拿出来 跟大家说 便于大家学习和临摹 那么我所说的临摹 可不是临摹我的字 就是便于临摹 欧阳寻 或者其他的一些书题 我们先用楷书来演示一下 这个几字的 怎么的写法 感谢观看 这是这个 欧阳寻那个基本写法 看来这个字呢 跟我们上一节节目当中 讲的那个橙字 就相近的地方 就是有这么个长的 这么一个葛钩 但是它跟橙字的那个葛钩呢 情况不太相同 就是它比较直立 太斜了 这个字不行 特别是在凯书当中 因为它上面有这样一个 脚丝形的这么两个星体 它制约着你不能太斜 太斜之后就影响着左边的点画 因此它的斜度 是有限的 我们边讲边写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部分写的时候 注意这一笔 不要太长 不要点到这儿来 一般的来讲 看那脚丝旁的时候 起笔在这儿 这个不行 在这儿要起笔 这是 为什么呢 因为写它长了之后 就跟那个葛钩的那个竖 这个葛钩这一笔 就打起来了 注意这边 稍稍高一点 所谓高一点 就是说 它底线这儿呢 它并不平 它一写完一横就看出来 它是个斜式的 然后这一横呢 要离近一点 离这个 上边这个 这个两个部分呢 离近一点 然后这竖笔 用这下来 注意 有弧度 这个有弧度 就是比较高处 下笔 到这一带上 稍稍细一点 起高的时候 再粗一点 然后再写这一笔 这是笔顺 注意看 是这样 其实这样写 就是一个一笔字的写法 正式写是怎么写呢 这个也就是 它的规范字 繁体的规范字 怎么写呢 应该是这样 或者先写这一笔 是这样 这还点个点 这还有个笔 这是那个规范字 那个几一字 但在古碑帖当中 很少见这种写法 大部分都是我前面写 欧阳荀的这种写法 当然还有其他的写法 我们甚至偶然见到 在古代书法家当中 比如说包括储随良 他写这个几字的时候呢 他可能这一笔啊 就是我们能见到之后 这笔从这儿起 它不上去 就在这儿就完成了 或者这边再写个什么形状的 这都无所谓了 他这笔不上去 但总觉得这样写 凸乎乎的 没有一个完美的字形 也是人们这个 习惯的一种看法 其实呢 那储随良 有储随良的那个 千秋之妙 那又非常的好 但单说这种写法 储随良有 别人呢 监获了也有这样写的 但是我觉得不十分讲究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个几字啊 起笔 不要长 离近一点 先写这笔 再写这一笔 偶然呢 看到有些个 有些人写成加了一点 也未尝不可 这一点加的靠外一点 也可以 所以在新书当中呢 也能见到这种写法 但总体来说 这个几字啊 应该说很难写 上边这一部分呢 安排不好 就后边就千功尽弃了 比如说 你上面两个 所谓的角丝 如果你没安排好 比如这个写的这样高 你这个写的靠下了一点 稍靠下了一点 本来应该左边角是靠下 右边角是靠上一点 右边角稍靠下一点 你这个字就没法写了 你看 写在这 如果再写成这个字样呢 就太丑了 因此差一 差这么一毫厘 你知道这个问题发展有多大吗 就带来的非常坏的效果 所以像这些字啊 都是基本功 大家务必注意 把这些字要写好 一定要细细的临帖 不厌其凡 精益求精 把这个基础打牢 这些字都属于基本功当中 必须要千百次 千万次练习的字力 所以特别要注意 把这些字写好 注意基本功不牢的话 将来对你所有的这个发展 都起了先天不足的障碍 所以我们说 就像一个建筑物一样 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基础工程打牢 如果打不牢 你看现在 有些是坍塌的桥梁 那都是因为基础不牢 因此我们在写字数 不注意这个问题 也是在先天上 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会给你带来 终身遗憾的一些个发展 发展问题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再看一下这个字 这边稍靠下一点 而且左边呢 稍稍大一点 右边稍稍小一点 大家整体看呢 你看 左边稍大 右边稍小 而且从水平线上看呢 左边靠下 右边高一点 写出这个横了呢 它基本上是斜式的 是这样 斜式的 然后 这笔从这下来 才保持这笔的斜度 如果两个中间太正的话 它就更使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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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钩这笔 没有斜度 然后写这一笔 瞧这个钩 也是基本功 不要来回的逆错 写熟练之后 笔道历程 但是无论如何 你要知道 曾经有一个逆错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你无管完成的多么快 必然会有 只是我在写的时候呢 大家有朋友们 不注意 以为一笔写出来的 其实不是 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笔 到这儿 我稍微动了一下 就是拐过来 已经做完动作了 不会是 这样拐过来 到这儿 再这样 再这样 再一点点 这就是做字了 太笨重了 就说明你还不熟练 但是这种过程可能有 大家应该稳住心神 这个不怕这个反复 写不好 反复 反复 再反复 逐渐的就找到了这种感觉 大家再看看 这个几字的 它的这个兴书写法 就显得简洁多了 这就是一种写法 有的在这边点个点 有的不点 都是对的 再看一下 然后上来 有的在这个地方写 就直接把这个左边的呢 这个写拐这笔呢 跟这个隔钩呢 联系在一起 这样也是常见的 这样也是常见的 我现在写的这个几字的这个形体 所以大致上是这个赵梦福的写法 赵梦福 不写的时候呢 不写的时候呢 好像是这边更大一点 就这个地方 他这样 然后拐过来 是这样 有的人呢 就是不先写 搁钩这一笔 这样写 这样写 也挺好看 所以我们说赵梦福是美的 不是所有的美都是赵梦福 那么也有很多人 其他种写法也是好的 我们把这种再告诉大家一下 从这拐过来 也可以这笔啊 不过来 从这地方半路就转折走了 这也是好的 没问题 大家再看看这两种写法 这是一种 写完这横之后 直接写这个隔钩 然后在这边 再写这个 写完这笔之后 直接写这个 左边的钩 最后再写这个隔钩 凡是最后点点这个 这一笔 应该 不管星体上 调起来没调起来 它的星笔路线 是要调起来 最后点这个点的 我们把点点 这个几字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 起来 如果说没有 起了钩 也无妨 但是意思 必须得有 意思 是这样一个星笔路线 过来的 这是这个 行书的这个几字的写法 再看一看呢 草书这个字的写法 基本上相同 基本上这个 大家写这个字的草书 写法相同 就是这样 这是下边跟那个 我上一期讲的 这个橙子的写法 是一样 下边也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这样写 调上去 加点 上面稍有不同呢 有的是这样写 这再写过来 有的呢 就是直接写成这样 这样也可以 也就是说 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写也可以 还有呢 就是左边 这样写 右边一带 那么写成整字 是这样的 这样 不加点也没有关系 不加点就是 这样写也可以 这就是草书几字的 一个基本写法 那么那位朋友提出来 就是机器的几字 这个机 这个机 机智勇敢 这个机字 应该怎么写 无非就加一个木子旁 我们把楷书 新书草书 演示一遍 给大家看 只要你啊 先把这个字的 右边那个 极字写好 其他的问题 都不严重 这样写不挺好吗 新书 或者是第二种写法的 新书 或者点个点 都没有关系 草书呢 或者是说的第一种 这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右边这个桔子 关键的部位 你写好了 左边加个木子旁 加个提手 加个什么树心 当然很多字没有 你加个树心念什么 我都不认识 加个提手念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说 加个什么样的偏旁部手 都是无所谓的 就是关键要把这个桔子 单写要写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九成功当中 欧阳勋写那个桔子 是非常的漂亮 那个肩架结构 和那个点化的精道 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两个桔子 感谢观看